关于公元,219年,自长生,后改自云长,河东郡解县,经山西省林一县临近镇人,与张飞一起追随刘备,三人寝责同床,恩若兄弟。 公元200年,他被曹操俘虏,但丝毫不贪图富贵,很快回到刘备身边,后世民间艺人对他特别钦佩, 所以,创造出《桃园结义》、《温九斩华雄》、《约三世》、《卦印封经》、《顾五官斩六江》等一系列故事,赞美他的勇武与义气。 另外,在《华荣道义士》曹操、《三刀附会》、《水淹七军》、《瓜谷疗毒》等故事中,他也被写得栩栩如生。 历史上的关羽,曾经被曹操俘虏,但他放弃曹操给他的爵位,决意重投留被麾下。 《三国制品化》和《原名》杂剧中,关羽千里独行的故事,就是据此创造出来的。 《三国演义》中写道,关羽并未被曹操俘虏,他与张辽讲好了,降汉不降曹等三项条件,方才到曹营赞助。 曹操待之甚后,三日一大宴,五日一小宴,曾以金银和美女,风为汉寿亭侯,关羽毫不动心,挂印封金,护送两位嫂嫂,踏上寻找义兄刘备的漫漫长途。 在千里走单旗的过程中,又加插了过五官斩六将的故事,即以表现关羽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。 正如毛宗岗所说,由此三男,足能拖然而去,虽妖天性,实障神威。 总之,志不决则虽一者一男,志即决虽难者一一耳。 张飞公元,二百二十一年,自一德,享说中写作一德,卓俊卓县,金河北省卓县人,是刘备手下蒙江。 公元二百零八年,在当阳长坂作战,曾率领二十名骑兵,赫退曹操大批追兵,威名远播,后世民间艺人,又为上述故事增添一些细节。 说张飞的喊声像霹雳一样响亮,把长坂桥震断了。 三国演义则写道,张飞大喊三声,贺得曹操身边的夏侯杰,肝胆碎裂,道状乌马下,曹军一起往西奔走。 据史书记载,公元二百一十五年,张飞在巴西郡金四川省东北部作战,打败了魏国大疆张河。 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写道,是酒的张飞指挥这场战争时,照常饮酒,而且没饮避醉。 后方的刘备担心他一物军机,诸葛亮却特意增加供应美酒。 张河听说,张飞沉免污酒,就趁机结债,没料到张飞原来早已设下伏兵,结果张河大败而回。 这样一个外卓内秀的人物,理所当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。 周瑜公元一百七十五至二百一十年,自宫锦,卢将军书县,近安徽省卢江县西南人,曾协助孙策平定江东,并深受孙权倚重,赤壁之战中功勋卓著,他兴度挥阔三国志无输周瑜传, 位于诸葛亮产生过矛盾,但曾写信给孙权,建议隆络和牵制刘备,控制关羽和张飞,因而后世民间一人对他印象欠佳。